乘搭水泥股,914,海螺水泥股 38元进入的,他就问短战策 未来看到内地社会的零售销售 也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升幅 要拉动经济,其实那些基建相关的股份 大家又是否值得继续留意着呢? 也会是,刚才Wendy说的时候 除了说到一些消费性的数据 与固头有关的数据,其实表现不错 唯有靠去拉动 所以会看到一些水泥股 暂时来说,倾向继续做好机会 都会比较大一点 看回股价来参考的时候 上年12月左右 股价的高位大概是$45附近的位置 现在$41到$45附近 潜在升幅就有接近一成左右 我只认为回报率未必相当吸引 当然观众低于$40来买入的时候 潜在升幅高于一成 我觉得都是可取的 只要股价不是连续两天收下$38的话 可以继续持续来观望 未来一个月就去到$44甚至$46的 机会是比较高的 好的 好啊 2 5 4 4 4 5 8 18 19 感谢观看